客运车开进民隧道 这时迎面而来 一部蓝色机车冲到车前 急按喇叭 但已经来不及 摩托车卡进客运轮下 骑士喷飞十公尺远 鲜血直流 现场持续CPR急救 但这时机车骑士 头颅破裂满地鲜血 造势的客运驾驶 站在一旁关心 旧车到场但人已经明显死亡 摩托车撞击猛烈 车体严重变形 车壳破碎 驾驶私下透露 当时对象有两部摩托车 疑似两名骑士边骑边聊天 其中一人进入隧道后 过完跨越双黄线 酿成意外 事故原因 今初步了解可能是 重机车疑似有跨越双黄线 驾驶者侧只为0 驾驶者这部份要带用 那个抽搐 机车转客运车 骑士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警方寻着新车记录器发现 怀疑可能是机车骑士 为了超车不慎冲到对象车道 是聊天分神还是超车不慎 警方将设法找出 另一名骑士还原车祸真相 记者彭志明公寓隊友彭馨 苗栗报道